大家好 哈囉 三小姐妹會 歡迎收看三小姐妹會 之前在日本有個社團 他們就在討論就是 日本有一個 也是最恐怖神社 他們好像 就是會就是你靠近 然後他好像會做一些反而我不知道 我們請鑽子跟我們講 他到底是什麼最恐怖神社呢 對 最近日本 那個網路上在大家討論的地方 就是這個最恐怖神社 這看起來很漂亮 看起來很正常 看起來很正常漂亮 就是很想去 這樣在路邊很常看到 對 會拍照 這個是在東京練馬出的什麼 武蔡之稲荷神社 什麼 你們先猜猜看 為什麼他被說最恐怖的神社呢 我猜 我猜 我猜他應該裡面就是很多 妖魔鬼怪 有很多那種就是幽靈 然後在 收妖的神社 對 在廟裡面不走 就靈魂在裡面不走 會鬧鬼 喔 可怕 我來猜 應該不是這個吧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我來猜 是不是那邊你擺了之後 然後會發生不好的事 比如說你要求那個平安 然後各界就撤禍 然後大家有害怕 大眼 那我幹嘛要去抱 他一直挖 什麼意思 求什麼就不給你什麼就對了 對對對 想法都會給你想法 我要平安 我要變瘦 我要變瘦 可能變長生 你不要生涯 可天你就懷孕了 雙八胎對不對 喔 對 有人猜對嗎 大家很會做故事 欸 可是呢 這個那個 線索恐怖的事 跟大家猜的是有一點不一樣 跟羊魔鬼外面要玩 不是嗎 因為呢 這個線索 不只是裡面 外面也有大量的 劍視器跟喇叭 劍視器跟喇叭 那是安全的 我們台灣也是啊 那個線索的指令呢 二十四個小時 劍視外面的人 二十四小時 他就不用擋鎖 那治安會很好啊 一人就說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這樣子 如果是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歡迎的話 OK吧 可是如果 有人外面經過詐編 他就大聲罵 罵什麼 你做了奇怪的事情的話 有報警喔 對 而且不歡迎人家進去 完全不歡迎 為什麼還要蓋這個東西 對啊 好像是幾年前 是沒有問題的地方 大家可以拜拜的地方 可是現在 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突然變這樣子 所以現在玩日子 三個GOOGLEMAPA的 1.2就一樣 對 超低耶 好少這麼低耶 好想說一下 我們看喔 那有人還被報警 他在地板上的負貧 他還真的被報警 對... 那有人是只有那個 這個劍視器的前面啊 因為那個有一點腳踏差 有點奇怪怪 所以那停了 那就被罵 你在那邊做什麼 有報警喔 那真的警察啦 是喔 不歡迎遊客的 好敏感喔 天啊 日本有這麼不友善的 所以不是妖魔鬼怪 這比鬼更可怕 對啊 真的 因為我們在日本其實 我們在巷子裡面 或是在巷弄裡面 常常看到神社 一看到就想要進去拜一下 他拍照啊什麼的 都蠻寧靜的 沒有想到我這麼可怕的 但世界這麼大 其實到很多地方 都有類似的狀況喔 我們今天好好聊聊 歡迎大家 真的好 那我感覺非常不友善 你們有沒有遇過類似的感覺 就是不友善的感覺 我來延續那個 好好好 我來延續日本 對 我來延續日本 因為我前陣子他還去旅遊 然後遇到一件比較有點尷尬 又不愉快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大家一起出國玩 然後就是逛街的時候 不小心有家人不小心跌倒 就是摔倒然後扭到腳 然後我們就帶他去診所 然後我們去診所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因為 我們很多人一起去還是怎樣 就他們的語氣好像有點怪怪的 醫生就是有看扭腳的部分 就是腳扭到的部分他有看 然後因為摔倒的時候有割傷 對 我們說可不可以一起看一下 然後醫生就說 沒有我已經看完了 你們可以出去了 他們說是因為外國人 所以不給看還是說 一次診只能看一個病 還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 他說當天不能開那個 那叫甚麼 診斷證明 診斷證明 他說當天不能開 明天要再來一次 他說 不是 診斷證明 通常是你看完 就應該要可以的東西 對 我們想說 好 沒關係… 我們就明天再來 後來我們隔天 就是請了另外一位 就是比較會講日文跟中文的人 然後他就說 櫃台的人都沒有再講禁語 他們其實講話很不客氣 對 所以我想說 日本人 日本人 剛剛這些事情裡面有出了什麼錯嗎 為什麼態度不太好 對 可是我覺得真的久久遇到的是 那個真的個性不好的醫生 因為同樣是這種人 不只是對外國人 對日本人也是一樣 是不好的態度 因為上次我跟台灣人一起去日本 然後我帶他去看醫生的時候 因為醫生吃到了外國人嘛 那就是慢慢講慢慢解釋 然後我跟其他台灣朋友 就是站在後面 那個時候醫生 因為看到我們一直站著 那他親自去哪兒椅子 讓我們坐 這麼貼心 對…所以我覺得 好的醫生也有啊 真的就是 我現在晚差了 日本通常要 兩個禮拜 蛤 蛤 所以是有幫我們體驗 對… 所以他幫你提前耶 所以這可能是特例啦 他有去日本的經驗嗎 講到日本也有耶 因為我上禮拜有朋友 去大阪旅行回來 然後他跟我們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他有叫一台計程車 從那個飯店樓下 然後載他去機場 可是因為他就是手忙腳亂 他趕時間 就沒有注意到那個車號 是不是他自己預訂的 他就上車了 然後坐… 坐到已經快到高速公路了 他的那個 那個本來預約的那個計程車司機 聯絡他 說你在哪裡 他說我已經在車上 然後再看一下 你不是…就是錯的 可是那個給他上車的那個司機 不給他下車喔 繼續開喔 才後來才講到 喔原來最近就是日本大阪 有變多這種白排車的司機 或者是… 或者是載客人的這一種 然後你就要給兩次的車費 因為就是原本你錯的那一台計程車 然後後…後面 因為他給你下車囉 你又要再付你後面本來 預訂的那個計程車 所以他們就現在說 喔現在日本的那個規則 是不是變了 就是因為講求規則的日本人 不是都應該乖乖的嗎 怎麼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這種就是不好的 事機了這樣子 所以要注意 那問一下潤子 是不是最近日本的計程車變不好 還是只有大阪 還是…對 因為剛剛今天你修大阪嘛 那大阪人自己也常講說 大阪國不算日本 大阪國不算日本 哇… 因為那大阪人比較大當 不管什麼 然後如果這個是七大縣市發生的話 那每個縣市都有機場車協會 然後就被爆那個…被警告 對…所以不敢坐 但是大阪有可能會遇到 有可能 可是我們更要小心的是 最近啊 在東京常常發生的是 剛剛的相反的事情 那個自己育…育營…育營車 育營車 育營車 然後被別人走 被別人走 對…而且更糟糕的是 如果已經斑定護管方式的話 你還幫他…被別人走走 然後他還又無自己護照 他如果他睡到一個他不想去的地方 他也要硬上車 真的耶… 所以上車的時候 就是連在日本也要確定 是不是我們叫著車 對…因為我通常都會對好車號 然後我會司機來 我會再跟他確認是 你是這個對不對 他就對… 然後可以上車 所以連在日本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對… 那你也會想抱怨一下 大家一直說日本 我要… 我要求的是 大家只會很友善的國家 泰國 泰國… 因為泰國人總是戴著笑容 對啊… 可是我也不知道 這是真的笑容還是假的笑容 對… 因為我上次去泰國 那要買衣服的時候 那個進去衣服店 那個衣服上面都沒有調牌 那寫價錢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那想要問老闆娘 那這個衣服多少件 那他馬上跟我說三千塊 那我覺得很貴啊 這邊不是百貨公司 所以看我的表情 那他馬上跟我說一千五百 好… 那幾秒鐘都變成半價 哇… 你用表情可以殺價很厲害 他就這樣一半 那你再用力一點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 已經奇怪了吧 對啊 所以那我跟老闆娘說 不用的動作 然後我離開了 那我已經走幾步嘛 那老闆娘從後面跟我說 三百塊 所以她一開始說三千塊 對啊 十分之一 少一個零耶 對啊 十分之一耶 對 那差太遠了 所以吃到外國人就是 一開始就收很貴的價錢 現在感覺原價滿 很像白錢 這樣感覺是被騙人 對啊 好的 那捷妮你有沒有覺得 有耶 因為要講到不友善的地方旅行 當然要講韓國 對 韓國 就我之前看我朋友去韓國 一個民動 去之前已經知道他說 每個人都要點一鍋 不能分子這樣子 好我們要乖乖聽話嘛 那點完之後呢 因為我有個朋友 我們四個人 有其中一個是不吃牛的 因為我們不會講韓文 對方不會講英文 那怎麼怎麼勾動 就是用手比 對 就是要確認他來的時候 帶一鍋是不是 那個牛肉 就比一比這樣子 喔 他這好像鬼上身一樣 他就 然後就 要什麼 要什麼東西 他都想 你平常看韓劇有沒有 通常一開頭講 就完蛋了 就完蛋了 你就是要跟我吵了 對 的那個開頭羽毛 我覺得神經病 探家完之後呢 就開始生氣了 其實是我們應該生氣吧 他就把我們的東西全部收 我們不是四個人嗎 四個鍋 我們其實想要確認 我現在面前那個 是不是牛而已 你在生氣什麼東西 他就醫院上是全部都收 就不要給我們吃了 但是就還好 有一個會講中文的店員 把它壓回去 這個是其中記憶 就我不喜歡他們那個態度 我覺得可以跟香港媲美的那個 就應該是韓國人 真的 第二天 第二天還要玩 第二天就厲害了 那個在我們洞大門的時候買東西 我們不是試衣服嗎 好開心喔 試玩一雙鞋子 試玩一個鞋子 走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 我已經發現這個店員 一直在那邊用他的電腦 然後眼睛 浴光 沒有一下 沒有一下 我們就是坐在門口是 如果我們擋到你的路 你可以講 他也是 這樣 他也講了 我又不會韓文 可是我會廣東話 我就用廣東話 我就把自己的 罵回去 雖然他聽不懂 可是我有爽到 因為我不爽 對 他就 你在上什麼 還想 都算是批發的 就是你是做批發的 你可以好好說 你好好說 或者是你把我賣貴一點 我現在是付不起還是怎麼樣 就是你不想要做我們這種散客 你可以說 或者是你在門口貼也可以 也不要說我們要試穿的時候 還給我擺臭臉 就是 不爽 可是我還是會去韓國 這就很久了 但是我們想要下一次去的時候 心情好 所以我想問你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想一下 從第一天 首先 首先 沒辦法溝通的時候 請你拿出手機 然後按Google 對 因為他們有時候聽不懂的時候 他們會不耐煩 因為其實韓國人本身的個性很急 對 所以假如說那個東西 就是炒的東西 就是變場的時候 他就會不耐煩 就會開始發脾氣 對 然後其實在韓國當地說真的 本身他們 服務態度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真的 不像台灣 我去韓國 也是嚇到 因為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想說 韓國不是巨男美女 然後感覺對觀光客都很友善嗎 對 我那時候就是要去東大門 然後 因為我的飯店離東大門蠻近的 所以我去的時候的車程 車費大概是兩百塊而已 就很便宜 很便宜 對 很便宜 就很近這樣 然後結束之後我們就想說 那就是坐計程車再回去飯店 一樣很便宜兩百塊嘛 然後上車之後 我就跟他說 我要到哪個飯店 他就說OK 他就跟我講說要一千塊台幣 喊價 對 然後想說我來的時候才兩百塊 怎麼回去要一千塊 然後我就跟他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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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的時候是兩百塊 是 然後他就叫我下車 他說 Get out 然後他就對我吐口水 蛤 你說真的多水吐出來 這樣口水這樣貴 然後還有點做事要打我這樣子 我就覺得好可怕 我後來就不敢去東大門 唉唷 啾啾啾啾啾 對啊 可是不是聽說黑色的比較友善嗎 黑色的是那種高檔的 可是現在好像 價錢好像也差不多了 然後其實沒有差太多 我覺得 東大門一般人真的不要去 對 像我以前去韓國批貨 連我去批貨也會被他們兇 有時候我剛去的時候 他們還不認識我 不知道我是批貨 有時候我在看東西 我不知道不能摸 對 被摸他們也不說話 他們就拿水噴我 蛤 蛤 這種水還是這種噴 他們就假裝要清潔啊 消毒藥 那也很壞 在人面前這樣噴 你要保濕喔 然後我就覺得幹嘛 再久了我就知道 原來他們有很多的規則 就是東西不能摸 你要什麼你要跟他講 用紙的 然後你要等要什麼 一堆規則 所以我是奉勸 如果你沒有批貨 就不要去批貨的地方 而且他只能買 不能只買一件 高色什麼的 一件是不賣給你的 里安有去過韓國嗎 我跟你說韓國 我真的想到我還很深 韓國特輯 真的韓國真的 我發現他們真的很不喜歡 就是觀光客 因為像我之前去韓國的時候 我大概就是跟 加起來大概六個女生嘛 然後去韓國 然後我們去韓國 就想說要找一些帥帥的男生 然後晚上要去哪裡 就要去夜店 對啊 要去夜店玩一下 但是剛好 那時候就剛好遇到那個 就是勝利的事件 對 所以很多夜店就是 都沒有開 然後我們想說不行 就來了就來了 一定要去 一定要找一間 然後我們就隨便路上 問了一個那個韓國人 然後一開始我問他的時候 他還說 他不知道 可是我們當然 往前再走一下下的時候 他就突然就跑過來跟我們說 他知道有一間夜店今天有開 他可以就是跟我們說在哪裡 然後我們可以去那邊玩這樣子 這麼好? 然後好了 然後我們一到那邊的時候 然後人超多嘛 我們女生嘛想說要包廂 然後因為想說就是不想要站在那邊 然後我們問他說包廂多少錢 他跟我說 六萬塊 台幣喔台幣喔 台幣六萬 台幣喔 然後我們就想說 六萬塊 重點是連酒也沒有 六萬塊 六萬塊 然後後來 因為我們在二樓嘛 因為像韓國人夜店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都會丟那個 衛生紙 捲筒那一種 對然後我們說哪裡有衛生紙 他說那個包廂 你們的包廂沒有附衛生紙 六萬還沒有附衛生紙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這個是要買嗎 他說對 那你要另外付錢 他說一卷是 大概一萬塊韓幣吧 算了六萬塊都花了 一定要體驗一下 我們就買了十卷 十卷 哇塞 再花兩千 對再花兩千多塊這樣子 然後我們那天整個 花下來加九千 大概也花了大概 八萬多塊台幣吧 六個人 然後結果我們隔天出去的時候 因為有韓國就是那邊住的就是朋友 我們說 我們昨天去那個那個夜店 然後我們花了 大概八萬多塊合理嘛 他說 你根本就是被騙錢 因為那個包廂 他們之前有去過 大概就是可能 兩萬多塊 六千塊 兩萬多塊 但是會付酒給你 對然後 還有付十包衛生紙 對 我想說也差太多了吧 然後我還問他說 那個卷筒衛生紙要錢嗎 他叫我們付一卷是一萬塊韓幣 他說 那個不用啊 那個完全不用錢 而且你去的時候 他就是會有一籠 在你的包廂旁邊 然後你就是可以從二樓丟下去 那是不用錢的 不用錢的 對 那我們就 八萬塊 你就當成去酒店好了嗎 對 當酒店 就是有一些弟弟啊 什麼啊 後來就想想 然後算了 如果這樣子想會比較開心 如果你是有開心到 有開心 有一點開心到 就一點點開心 但隔天就不開心 因為想到那個錢有點貴 所以佳惠我們不要問 所以久久我們公公客去 很容易這樣被宅是不是 我有一個假設 你們可以聽看看 我覺得有可能是 那個男生找那個夜店說 我們現在有帶客人去 然後他是說 超乘什麼之類的 我是什麼導遊之類的 然後可以說我要超乘 你就跟他說多少多少錢 你就這樣給他們 然後什麼 有付的東西 也可以不用付什麼之類的 有可能是這樣 是 真的有可能 他不可能一開始說沒有 後來就說有 很奇怪 現在目前韓國分數很高 應該沒有了吧 還有韓國 韓國我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我是去年去韓國的櫻花祭 在釜山 他是在一個很很 就是河邊的一個位置 非常好就是拍過去 你會拍到一整面櫻花 所以大家都會去擠那個角落去拍 可是偏偏那邊就有一個 大概四十幾歲的 我目測啦 韓國男子 對對對 他帶著類似VR 然後在飛空拍機 對 可是因為他角度真的太好了 所以我們大家都擠在旁邊這樣拍 他可能人就在這邊 然後圍一圈我們的人 在那邊拍這樣 結果後來他可能拍完了 他拿下來發現 對 我們要走的時候 他突然非常兇 一直對我們霹靂 一直罵一直罵 罵超級無敵兇 那我們聽不懂韓文嗎 那因為我們是當地邀請去的 所以當地那個 釜山的這個觀光局的人就說 他說他想要檢查我們的相機 他懷疑我們偷拍他 所以後來我們就在他 在罵聲之中 趕快離開 然後他在我們那個 車子都已經要開走 他還站在那邊指著我們 我車一直罵 那你跟我說靠有這麼嚴重嗎 韓國人 韓國人真的很支持 對啊 韓國人還是你回去韓國 就變那個樣子 會不會 我也是被罵的那個 韓國人有這麼激進的人 有有有有 其實很多這種兇的人 所以就是最好的方式 去旅遊的時候遇到這種人 就是趕快離開你的現場 趕快落謀 就是最好的方式 再來 我不知道他那個 那個突然罵髒話 罵得那麼兇 是因為什麼 但是有可能 我在想 有些地方我記得不能用紅拍機 他甚至怕你們去檢舉他之類的 有可能 有可能 韓國還有嗎 韓國 韓國就是特輯 韓國做一集 韓國特輯 我應該說 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大學我們是室友 對 可是他脾氣也非常破辣 就是一個典型的韓國人 反正他屬於一個比較有錢的人 然後他說 你來韓國 你台灣到韓國多近了 坐飛機就兩個多小時 然後他會活在 他會住在那個叫什麼 Hilton 希爾頓 很好的 因為我本來就認識他 所以想說一切都會好好玩 結果沒想到 就是跟你剛才說的 有的時候他們在談話 還是在罵人家 都聽起來滿像 聽不出來 對 可是最可怕的就是 我想去的地方他都不要 他跟我講了一個道理 我同意 但是他們很過頭 也就是說 好像入鄉水 入境水俗 入境水俗 所以你在韓國 你每一餐一定要吃韓國的東西 喔 甜了 我連續三天就可以 可是到了第四天 又是牛肉 然後盤蟬很多 什麼都是紅色 那他有幾個女朋友在那裡 他也認識一個男生 那個男生擁有一個新的朋友 我們來認識他 對 然後那個男的是對我 就是好奇 不是有興趣這樣 但是他覺得 喔你回中文了 美國人這樣 他覺得比較奇特一點 這個叫金長春 那我朋友說 那你為什麼會有大陸的名字 他說我出生的時候 我媽媽正好在大陸 我父母兩個 就算是怎麼定居在大陸 他說 你就是中國人 你不是韓國人 你就是一個 你看他一直拍出來 這麼兇 對 他是真的這樣子拍 真的這樣拍 馬上翻臉嗎 馬上翻臉 他覺得不可思議 他覺得這個人在騙韓國人 你說你是韓國人 結果你是中國人 他說 你們兩個可以一起吃 你我 你去坐Taxi回飯店 他就要把我丟掉 丟包 對 生氣了 把你丟給他 他就生氣那個人講話的樣子 對 然後一直說 你是家韓國人 你不是真韓國人 好像如果你不是真韓國人 這是好像 最大的罪 對對對 韓國人是沒有辦法好好聊天的 你們是不是有點排外嗎 有蠻多的 我覺得有韓國人 然後 對對對 去韓國的時候 一定要表明身分 是台灣來的 因為他們沒辦法分別其他 其他地方 對 要說台灣 所以如果說台灣來的 他們會好一點嗎 稍微友善一點點 比較好 你不要求好 就比較好 比較好 對你比較不會兇 對 我們不要期待太高 就不會受傷 對對對 說到嗆 香港應該也是 對 怎麼都還沒講到香港 對啊 對啊 覺得你剛剛已經睡了一下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們在場的新住民 有人才剛從香港回來 對 而且沒有講到法國 對 那是不是剛從香港回來 對 我一約去香港 所以我原本 我不是第一次 所以我原本有期待 就是服務不好的狀況 但是我嚇到 打預防針了 我就遇到一次服務不太好 然後是那種 我坐小巴士 比較舊舊的 應該大家有印象 這種 在一些地方 會有一種很老 小巴司機 對這種 然後我 我原本有買一個 悠遊卡在機場 所以我就先上去 我先刷我的 然後就沒問題 我一定要買的 然後我刷我女兒的 然後那個聲音 我聽得出來是有問題 然後那個阿伯說 每一天 他用英文 他說 我記得他用一個英文說 No money No money 我說OK How to pay 然後他就 他就講一堆一堆 我聽不懂 然後我就老公 老公我用中文 我說老公我聽不懂 他講什麼 趕快來求我 然後老公問了 可不可以刷我的兩次 他說不可以 這樣 後來是真的可以用聲音 就好 我們就坐下來 所以其實 後來我問見你 他講什麼 其實他一直講 你們走 你們走 所以搞不好也是 不是秀我們 對 其實搞不好是服務好 是趕快趕快 先做 沒關係 坐坐坐 但是我們大聲一點 我大部分的其他服務 我覺得香港真的變很厲害 然後有一次最深刻 是我們去餐廳 然後媽媽想喝啤酒 然後我看那個彩蛋 我說沒有啤酒 然後他說那個服務生 他說沒關係 你去隔壁的便利商店 啤酒回來 而且他也沒有說啤酒 等一下你們自己處理 就是不能 垃圾分 通常是這樣 沒有 後來我就 我在點菜的時候 我就想吃冬粉 所以我問他 我說你們有冬粉嗎 然後他就看我說 你們台灣來的 然後我說 你們怎麼知道 然後他說 因為就台灣人會說 香港沒有冬粉 香港叫粉絲 粉絲 所以我就覺得 哇 真的很友善 然後去結帳的時候 我去結帳 然後他就講一句話 他說 我很喜歡看你們的WTO姐妹 對 對 對 我覺得 Ena 我們這一段是要說 不友善的 對啊 這段是很好 是不是 我真的以為 都沒辦法講不好 消道了 這次就消道 我這樣子 這次去香港 我以為我可以回來 很多故事很多 因為通常就是會講 對 香港人很機 車 對 機力什麼 會 但是這真的都是 好的服務 真的嚇到 所以你有嚇到 我嚇到 本來帶著比較不好的準備去 但是 我開始因為 太台灣太安心太遠 我想有一點的 氣急 對 但是完全沒有 下次要去韓國了 對 準備 我想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以前超常去香港 去轉機 然後每次轉機就進去走一走 那以前香港根本 我覺得啦 香港沒有什麼服務可言 是 就你進餐廳 他就這樣做做做做 走走走 趕快點 每一次都是這樣 然後我去年去香港 我真的嚇到 他會跟你說 我們現在客滿 你在那邊排隊 他跟我講最後快嚇死了 因為以前都會說 去去去那邊 以前都是這樣 然後包括我 包括我點完餐 他都說今天我們都要燒等一下 以前香港 突然嚇死 以前香港怎麼可能叫你燒等一下 快嚇死了 香港都不香港啊 你們這樣講我好想去喔 真的 真的 你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是真的嗎 對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提倡 就是 高品質的服務 是 香港秘密的感覺 是 歡迎你們來 所以你現在講話很大聲 天啊 不一樣的香港 這個不一樣 好想去看看 好想去喔 好 那孟學你有沒有 什麼地方你覺得不友善 其他國家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 是一個我去的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奧地利 但是最重要是很多地方 不管是博物館 餐廳 咖啡廳什麼的 那邊的服務生的態度都很不好 而且因為我們 我有去不同城市 然後在每個城市都有遇到 都有不好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不是因為什麼地區 就是整個國家都 有一點問題 機率很高 對 沒有我去的時候是 呃要參加一個研討會 第一次我找的是在 咖啡廳很美 超級漂亮 可是 我一問那個服務員 他們的WiFi 他們有沒有WiFi的時候 他就看著我 然後就 你不就跟朋友聊天就好嗎 你們現在的年輕人都很喜歡 很喜歡用手機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 我只有問你一個問題 你就回答我 有沒有就好 對 對 然後你來這邊批評我 你憑什麼 然後還好我還沒有賣任何東西 所以我就直接把電腦拿起來 然後說 不好意思 跟我的朋友聊天 也沒有辦法完成什麼工作 我忘記我講了什麼 但是我是很生氣 然後就離開 然後另外一次是 呃 一樣的轉換就是 我在那邊 我在一個 其實是有WiFi 然後覺得 也是很棒的一個咖啡廳 價格也不會太貴 但是因為很受歡迎 所以人很多 然後坐了坐了 就有人來問我 可不可以換一個位置 因為我一個人一個坐子 他們覺得太長空間 好我覺得 OK啊沒關係 我可以移動 但是我移動的時候 我是去坐 我是想要去坐一個 正在休息的 服務生的前面 反正他用的桌子 只有一半 我就用另外一半 然後我真要坐下來的時候 他就看著我說 你不能坐 然後我就 我就說 我可是那邊的桌子 就是人太多 所以他們需要空間 他說 這不是我的問題 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處理 怎麼這麼有的友善 蛤 可是我覺得我那時候 生氣的是 看得出來 因為後來他的 他的同事 有親我喝酒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很明顯 超級不開心 臉很臭 但我覺得這種態度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 真的耶 這個感覺很差 而且我們到一個國家以後 我們對他們印象滿很好 可能就因為一個人 對 一件事情 就讓我們整個印象變差 所以我們是不是以後 都要抱著一個不好的心情 所以我覺得那邊很差 對…就像 Anna去香港的道理一樣 對… 你遇到什麼時候變好了 不要期待 對…不要期待 好Nathalie 我今天想要講的地方 我知道 因為我跟我台灣朋友說 我去過那邊 他說好棒 我好想去喔 所以今天想要特別來說一下 就是 希臘很快 希臘 我一直一直非常的期待 對 因為我覺得希臘好美 然後想要就是說 想要希臘的神仙 然後那些古蹟 對呀 就整個畫好棒 然後我想說 這時候去的時候 的確他古蹟這邊 好漂亮 滿美的 很有意思 天啊 好漂亮 可是大家這就是照片 因為他的周圍 全部的店家都拉下鐵門 全部都是塗鴉 而且是真的 我們那時候跟我老公 因為我們就走走走 然後想說去找山林池 然後我們就 越走越快… 因為就沒有人 很可怕 就怕 因為畢竟你觀光客 又不熟 對呀 然後那時候覺得 那個希臘 因為是首都啦 他的雅典 然後那時候又看到那些巷子 真的覺得 喔 怎麼回事 跟想不一樣 你知道嗎 我一到機場 他們把我的行李箱整個摔爛 然後我那個人子都不見了 哇塞 因為我去過這麼地方 那麼多地方 第一次行李箱被摔到 人子少一個 不過他的小島 像Santolini 我就覺得 OK 很美 他的島還是很美 就是這裡 而且我覺得可能就是觀光客 都去這吧 對 所以說我們到那邊就是人很多 然後真的就跟照片一樣 去哪裡都很美 所以我覺得小島可以去 但首都 可能要心理準備一下 去一下下看看就好了 而且還有一點是我們在首都 因為那時候 因為太熱了 想說那我們就坐車子去 看這些古蹟好了 走算叫到靜原車 結果一來他們就直接喊價 他們裡面有那個 跳錶 他們不開 他就直接轉過來去哪 我說我要去Z發 還有五支美金要不要 然後我就說五支美金 五支美金 然後就跟我老公真的受不了 我就好好 這樣我們去就好 可是那時候他就是看著說 你要就要不要就走 就是那個態度 所以那時候我一直說天啊 雅典怎麼抽出是絕境 好 艾娜 我去過最不友善的國家 我就是阿爾巴尼亞 在澳洲右邊一點 阿爾巴尼亞 然後那時候是 我去給妹妹還有她老公 去參加老公朋友的婚禮 所以我們很快就去兩天而已 但是一到這個國家的 還不到五分鐘 我已經開始害怕 因為我們要過海關的時候 我給妹妹是沒問題 我們都是用法國護照 但是妹妹老公是秘魯人 她拿南美洲的國家 進去阿爾巴尼亞 就一定有問題 但沒有看到我們一起了 她會覺得是不是有毒品 這類的 因為她一個人 然後我看到那個海關 開始出來從她的洞 然後要帶她去小房間 通常要去小房間就是 出事了 出事了 然後我就趕快回去說 We are together 我們一起了 因為她老公也比較不會講英文 然後我就開始溝通一下 然後用了十分鐘 終於她覺得 我們應該看起來是還OK 所以一下沒有進去小房間 我們就出來了 然後經常出來 我們就要租車子 我先看我認識大概的牌子 歐洲比較有名的 然後我去問她說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問了五家 我就開始緊張 然後我就看她最後面 有一個比較 看起來沒怎麼樣的店 然後我就去問 她說好啊可以 然後她問我你哪裡來的 我就說我是台灣 然後她就說 然後她說 台灣人很有錢喔 然後她說 有嗎 他誤會了 真的誤會了 有她說 台灣人很會點錢喔 然後她開始表示 他突然 算錢 點錢 因為 通常我們是 我自己點是這樣 我會這樣打開 但是台灣人說把 我們要折成一個扇子 這是很難的 這個好像這樣 對 所以代表她看很多人這樣 然後我就突然 我突然開始緊張 因為我剛說我台灣來的 她會不會覺得 我很有錢 然後把價格 因為我都是用現金 我沒有用信用卡 然後她就說 其實我也是法國來的 一半一半這樣的 這樣我就 法國感覺也很有錢 對 沒有沒有 還好 他們知道法國經濟也有 對 也會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 這個國家我覺得 就蠻特別 蠻特別 蠻特別 對而且我們兩個女生 因為她老公都在後面睡覺 所以我們比較多是兩個女生 我覺得 還是要小心 對 阿爾巴尼亞 真的沒有想到 好 我要講 美國 美國 因為我上個月才回來 然後我覺得 他們星巴克的店員 臉都抽到一個不行 就是 真的 你是在美國哪個地方 我是剛剛那時候下飛機 我要去機場買咖啡 在哪個州 就在 我在Vegas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要咖啡 他就這樣 叫什麼名字這樣 中杯嗎 好 就這樣 你有覺得是為什麼原因 其他咖啡廳的 會這麼不友善 還是只有星巴克 因為星巴克是不用給小費 然後因為我平常去晚餐 晚餐不是小費都要到二十幾% 對 哇 積極的咧 就是點完還會回來說 請問服務還好嗎 這個好吃嗎 那我再這樣會不會太鹹 然後結束就是 哇 服務好到不行 所以你覺得小費可能差 有差 是嗎 他講得很有大力 因為我兩個孩子都在星巴克 在美國兩個最大的咖啡廳 就是那個星巴克 還有叫做Dunkin Donuts 去這個地方是高級的人 然後你點什麼 他要花很多工夫去做你所要的飲料 然後你點東西吃一定要等 對 然後他知道你不會給他小費 對 所以他們往往就 星巴克的服務員會很不爽 對 可是Dunkin Donuts 反而很便宜 他們怎麼樣 那個杯子很大 放在那邊 然後看你自己願意放多少錢 那這個反而 因為我孩子做兩個 後來他就要做這家 說這家 怎麼不是那麼漂亮 或怎麼樣 說這一家 我兒子可以一天賺到一千塊台幣 都是小費 對 滿滿的 我還有想到我有一個 什麼 就是我不知道美國的飯店是沒有牙刷的 他沒有附牙刷 你要自己帶 然後我那天就打電話給櫃台 然後因為我的聽力比較沒那麼好 所以就跟他說 我要我想要一個牙刷這樣子 然後他就突然就回了我一個 就這樣很快 然後我就說 Sorry 就Can you say it again 然後我就想說 所以到底有沒有牙刷 聽不懂就要掛嗎 對 我還想說 那所以牙刷的有嗎 然後我記得我打去的時候 大概是兩點半左右 就是半夜兩點半 然後想說 算了我要睡了嘛 所以我就刷完 我就用手刷完 我想說那就去睡了 然後五點的時候 門鈴就響了 他送牙刷過來 五點耶 那也太久了 你有摸零後嗎 沒有 我就想 就是因為我沒有摸零後 想說怎麼會有人一直按鈴狂按 而且他們好像是 叮咚叮咚叮 如果沒有人應鈴 他們是可以自己開門進來的 已經睡著了 然後才起來去拿那個牙 他怕你早上起來 沒有牙刷過來 那你從掛電話什麼意思 OK 我知道了 大家沒有說就掛 對 因為我只是 我問他說可不可以再講一次 他直接掛掉 你們是在趕時間嗎 我們 但是為什麼 可是美國 美國人會覺得不給牙刷 這是環保的 對 其實在台灣 慢慢也是會有很多的方向 可是他講到一點 我覺得非常的同意 也有一點同心 因為我先生是去美國 完全不怎麼會講英文 他聽可以 有時候我先生先去付錢 或者做什麼 他問那個服務員 整個某一個問題 然後他 好了好了 下一位 我聽阿婆 或者怎麼樣 就會很壞 對 所以這個他這樣給你掛 當然是 我覺得如果是本地的人 他不敢 所以跟美國人講話 要很有自信 對不對 他就會覺得 哇 你衣服好好 然後服務員 因為我去的國家 很有趣 摩洛哥 摩洛哥服務員有個特性 就是他很會敷衍你 就是 就是他有時候聽你在講 他會回答你 看起來很認真 可是他隨便回答 比如說你問他說 接下來是 車程大概多久 是不是半小時就到 他說對對對 就一開開兩個小時 常常這樣 然後在點餐的時候特別 然後分享幾個 第二是我們第一次去那個 馬拉克斯 我們大概五六個人去點 去一個餐廳用餐 然後一坐下來 大家就先聊天看Menu 然後我們坐很久 一直沒有人來理我們點餐 那我們終於受不了 就叫一個人 好不容易抓一個人 前來點餐 他就一臉覺得很無奈 他說要幫你點餐 然後我們五六個人就是 點主餐 點副餐飲料什麼 又花一點時間 點完了我們想說OK的 等餐來把他繼續聊 又聊了半個小時 都沒有來 餐都沒有來 那我們就很奇怪 剛點餐的人也不見了 然後就看到一個人 一個服務生一站在那邊 我們就受不了 我們就問他說 我們的餐怎麼一直都沒有來 然後服務生說 這一區我負責的 你有沒有找我點餐 蛤 你是點完了嗎 對 然後我們就說 可是我們剛剛跟一個 可能平頭就敘述一下 他的外在說 我們剛剛跟他點過 他說他說他負責二樓的之類的 所以你們要找我點餐啊 蛤 他還怪我們 他不會交接給你 這一區的 那我們想說 那你一直站在我們看那邊坐著 你也不想來問我們一下 那所以我們要重新再點一次餐 超級荒謬他還怪我們 那個點餐的人他點去哪 他就是別區的 他可能被抓過來很不耐煩 就敷衍一下我們說 OK OK你要走 摩洛哥 不是去上班的 所以摩洛哥讓你 有問都必答 而且打都亂打 而且他煞有歧視 在那邊一直寫 一直寫 但是不知道在寫什麼 他應該是寫一筆記 說白癡喔 我就幫你寫 你以為我再幫你點餐 那邊傻瓜 上班等你 後來我們去其他的餐廳 也很誇張 就是我們在點餐 然後我朋友很喜歡吃牛排 他一去 他常因為很多摩洛哥餐 會有牛排或牛肉 他就說我要steak 他美女會沒看steak 然後我們就可能點羊排 意大利麵 它是一個很多樣的餐廳 點完之後我們都吃完 點那個steak牛排的 那個朋友的餐一直沒上 然後我們就是問 剛點餐人就說 我朋友的餐子還沒上 他就說快好了快好了 這個快好這個來回問 大概問了六七次 我們真的其他的人 因為摩洛哥人真的是太散漫 所以你要一直問 一直問一直問 追殺他 他每次都跟我們說 有有有在做 我們說他醬油 怎麼不可能追到廚房說 到底有沒有在煮 然後真的到大家飲料都喝乾了 甜點都吃完了 湯還沒上 然後我們就決定 不要再問旁邊那一位 我們跑去別的區很遠的地方 問另外一個人說 我們這座有一個 有一個人點牛排 他一直沒有來 可以幫我們去廚房問一下 結果那個人回答我們 一個非常誇張的答案 他說 我們店沒有賣牛排 你也太敷衍了吧 那我們就 所以你們在等什麼 等星餐得上 他在那邊寫 所以你在家店 我們去點佐宗堂基也有 也會 也會有 都有他不會來 超方便 超級無敵 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比較 比較黑暗一點的 就是在有一個 摩洛哥有一個 非洲最大的一個廣場 然後在馬拉克斯 然後我是 另外一個朋友去 就我去之後不久 朋友帶他的家人去 因為他廣場賣很多 很奇怪的東西 什麼蝸牛 養腦 他都想試試看 但那一家就是賣 最簡單的雞肉串燒 因為有小朋友 他就問他說 一份多少錢 大概台幣兩百塊左右 他就說 那就叫一份來吃看看好了 結果他一坐下來 就上了五六盤前菜 可能有炸薯條 炸青椒 他就覺得 怪怪的 對 他就一直問他說 這個是有包含在 剛剛的餐點裡面 他也問了五六次 他說對 沒錯 包含在裡面的價格裡面 他就想說好就吃 結果一來 一來來了三大盤 他也覺得很奇怪 我點一份 兩百塊怎麼這麼多 怎麼那麼划算 因為他說他是去了第一天 他就想說 摩洛哥物價真是大 對啊 CP值好高喔 兩百塊來三大盤 吃都吃不完 他也想說兩腦都不用吃了 結果最後那個賬單來了 兩千多塊台幣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 兩千多塊台幣 結果後來前面那小菜 全部都計價 他就拿手機起來自拍 把那個人拉進來說 我現在在摩洛哥 幾月幾號 這是什麼狗狗 什麼攤販 然後那個人就慌了嘛 他說你在幹嘛 然後他就 反正之後就是這樣子 把他嚇退 之後就收了兩百多塊台幣 喔 好厲害喔 對 但是我朋友 在這個周旋過程 他覺得非常的不開心 真的心情很好耶 就是耗了很多時間 可是你們在那邊 自拍的人這樣會不會很危險 他其實已經想說 算了被坑 那我就負個兩倍三倍 沒想到十倍 對 他超出他的底線 所以他這個狗狗了 他當下是這樣子 我希望我們今天聊的 每個國家都是特例 對啦 我覺得 都不是特例 旅遊就是要開開心出去 對 所以我們最好是抱持一個 平常心出去 不要想說他很棒 沒有平常心 今天安娜給我們很好示範 就是不要帶有任何希望去 沒錯 你遇到什麼都是美好的事情 沒錯 好不好 OK 我也好好去喔 真的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 WTO姐妹會 下次見 拜拜 謝謝